特斯拉近日提交了在加州建设全球最大的超级充电站的计划 拟一中的站点位于加州克恩县 计划容纳164个充电车位 其中包括16个直通型充电车位 可满足包括Cybertruck在内的拖车或大型车辆的充电需求 新的超级充电站的设计 包括每个停车位上的太阳能顶棚 这符合特斯拉将太阳能纳入其充电网络的更广泛战略 减少电动汽车充电的碳足迹 并向完全可持续的交通生态系统迈进一步 2月13日晚 南加州长滩一名4岁的华裔男童连人带车被偷走 猝发安排警报 幸运的是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搜寻 孩子和车被一位华人女子及其朋友发现 他们立即拨打911报警 很快警察赶到找到了车和孩子 但嫌犯已经逃走 根据安排警报显示 失踪的孩子是4岁的贾斯厅臣 失踪地点在长滩市 嫌犯驾驶一辆2021年的灰色本田雅阁逃跑 长滩警方称事发在下午5点46分左右 地点是林登大道和第一街附近 孩子是跟着父亲在给Dodash送外卖 父亲下车去送外卖 车停在路边 没有熄火 孩子坐在后排 突然 一名嫌疑人跳上车 将车开走了 而男孩还在车里 父亲见状迅速报警 接到报警后 加州高速公路巡逻队和长滩市警方 立即发出了安破警报 因此从圣盖博到罗兰港 再到城县多个地方的居民的手机上 都收到了警报声 晚上8点左右 孩子被找到 经过医生检查 男孩没有受到伤害 就是有点害怕和不知所措 孩子的父母及警方均在第一时间 向两位热心女生表示感谢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 将在墨西哥建立一家新的电动汽车工厂 据日经新闻2月14日 援引比亚迪墨西哥负责人的话表示 该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目标是 建立一个针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中心 比亚迪以便宜的车型 和更多样化的产品线而闻名 他在去年最后一季 超越了其最大的竞争对手 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电动车制造商 报道称 比亚迪已启动墨西哥工厂的可行性研究 目前正在与当地官员 就包括工厂选址在内的条款进行谈判 美国主要的汽车制造商警告称 中国汽车可能会给他们的前景造成威胁 上个月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预测 如果没有贸易壁垒 中国汽车制造商将会摧毁全球竞争对手 再次再次再次云判 sollic断执行官衡 爆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